为了发扬美籍华裔人士对美国的贡献 罗省中华会馆在美国国庆当天举办美国国庆升旗活动 多位美国民选官员乔林以及退伍军人都出席了盛会 典礼气氛相当隆重 而升旗的美国国旗及中华民国国旗并列 也象征两国坚定的友谊 罗省中华会馆举办2014年美国国庆升旗仪式 包括多位美国民选官员乔林以及退伍军人出席盛会 气氛热络 活动由罗省中华会馆主席武尚齐 副主席方杰周监事长梁永泰 副监事长李锦升共同主持 驻洛杉矶办事处副主长周庆龙 洛乔中心主任邱昌生副主任庄博志 南加州传统桥社 新桥以及月简辽社团代表也到场 共同庆贺中华民国及美国友谊 随后在美国华部退伍军人协会人员操作下 美国国旗冉冉升起 众人向国旗行礼 周庆龙副主长也感谢现场侨领长期支持中华民国政府 同时对于能出席见证中华民国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庆祝活动感到荣幸 希望两国友谊能继续向前迈进 你有看到我们中华民国国旗中美国国旗一起在我们中国城的华部飘扬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中美两国国旗从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旗同样的飘扬在亚洲干场上 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并肩共同抵抗侵略的好伙伴 直到今天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还是最好的安全级基地伙伴 洛杉矶社区学院学区教委五国庆 感谢中华民国对社区的诸多贡献 乔务委员高启正 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会长刘焕军 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代表等 也共同在这场美国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上 以新移民的身份赞扬美国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 最后梁永泰监事长代表中华会馆 感谢出席活动的侨领与民众 见证中华民国与美国坚定情谊及立国价值 台湾电视张崇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不到